大家好 这里是东坝 我是杨澳 我带大家看看东坝现在的样子 这个身后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小区 然后小时候其实我们走着 就能介绍几个特别好 现在东坝大了 对 然后咱们上车咱们边走边聊 我带大家去看看 东坝特别有名的 有变化的 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好吧 咱们上车 好咱们现在到了啊 这个你看这个牌子上都写着东坝呢 东坝 看到吧 这个现在是北京中学明德分校 然后咱们下车 我给你讲讲这个明德分校 其实特别有意思 这个啊 你看它这个有一个很大的logo 这个以前就是北京十六中学 现在改名了 叫北京中学 咱们中国建国之后 北京的这个政府在东郊盖的第一所正经的中学 就是十六中 对 这就是这个学校 现在改名了 我也是刚知道改名了 因为我前两年来还叫十六中呢 这边现在你看绿化这边 以前这边都是一个一个的小门脸 我们小时候买什么四驱车呀 游戏机呀 都在这 我们小时候这儿是这个游泳池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游泳池 小时候都会去那游泳 然后你往这儿看 这儿有一个铁道文化工 这蓝的 以前是我们这一片孩子 唯一能看电影的地方 两块钱一张票 而且能看一下午 早上起来 你就买张票 能跟那玩一天 这个学校现在也是 这个 没有以前好听了 我还学管它叫十六中 对 正好你看过来看啊 这个以前 有叫做给拆了 以前这块是这个 东霸呀 有一个叫中铁十六局集团 这个是这个集团 我们小时候游泳啊 看电影这个地方 都是他们集团提供的 这后面都是他们的宿舍 现在都给拆了 也不知道要干嘛 现在 这一块其实是承载了 好多东霸当时居住的人 都在这一块 孩子上学呀 上班 以前这一块都是工厂 然后这个你看 这是我刚刚跟你说 两块钱就看电影的地儿 现在哪找这电影的 对了还有你看这个道的尽头啊 基本上在那个黄牌子再往前一点 我小时候这就没有路了 前面就是荒地了 车也不通了 前面就野地 然后坟地 现在这条路都通了 你看前面这个矮的建筑 这个就是我那会儿叫计算机中专 现在叫北京信息学院 变成一个大学了 灰子 灰子就是这儿毕业的 他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以前叫计算机中专 现在叫北京信息学院 然后为了这个学校 因为那个学校之前老打架 然后派出所搬过来了 真真的不骗你 以前这个东办派出所 在这个后面 然后现在盖出来了 后来就是 现在你看一派祥和 还得是人民政府 为人民 然后过了这个派出所 我小时候就已经没有路了 就变成荒地了 最慌的就是这个学校了 然后这就是以前东坝 这边的尽头了 再往那边其实就不叫东坝了 现在这个东坝呀 真是变化太大了 我好久没来了 今天拍这个节目 我以为脑子里都是我小时候这样 然后咱们先去一个朝阳新城 那边变化特别大 比这边还大 对 走 咱们去看一下 你看啊 咱们先从这边 咱们慢慢介绍 真是我觉着有点那个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这边 以前这儿是荒地 现在这儿是东坝最繁华的地方 这几个都是朝新城后盖的 这边是最早的朝新城一期 这应该是 九 两千年左右盖的 然后当时这边的房价 三千块钱一停 那会儿都没人买 哎呦 以前哪有这 哪有这些 您想想啊 我们以前啊 这一条路上只有一趟公交车 之前这些饭馆都没有 之前东坝就是歌厅 还有一些娱乐 男士娱乐项目 没了 以前打车回来啊 都不敢说回东坝 都得说去六里屯 走走走 到了平凡桥 哎 司机 明白了 说您去哪儿 您跟我说一事儿得了 这个现在就是东坝最有名的一个商场 家品卖 以前这块叫羔羊树 人多了 然后都把这叫东坝 然后咱们今天看看这个就是新东坝最大的商场 麦当劳啊 肯德基啊 这些大盘啊 都在 而且这是东坝人嘛 就是挣钱大家也不会花 就是吃喝玩 到这儿应该就是东坝的边界了 因为在老那边就叫平凡了 这儿就是现在的 可以说是新东坝的一个临界点吧 然后咱们去看看 东坝有一个叫东坝河 直接能连到西坝河 对 它是一条过去的一条渠 然后灌溉啊 种地啊 都要从那儿打水的 咱们先去看看最有名的东坝河 还有东坝村 咱们现在来的是城市 这个村听说是拆了啊 咱们去看看拆没拆 拆了废墟 那也是东坝的活儿 来咱环视一下四周啊 只要是老的东坝人 拍这条河没有不知道的 这个就是最有名的东坝河 东坝其实这个坝就是水嘛 对吧 然后这个一直往这个西边 能到这个亮马桥西坝河 然后东边直接就接到这个温运河 这是一条特别有名的河 现在都已经没水了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边上 这种资泥 真的要抓都能抓到田炉 知道吗 然后以前这水 实际以前每年都得淹 就是淹死几个 真的 要不然我兄弟比现在多 加油站再往前面 就是最有名的东坝村 村就是东坝 其实就是这儿才叫东坝 我们学着 这个村现在都拆了 然后这个水也就没有人排水了 你看这个枝路就干了 以前这一块就是正经的东坝 然后这边就是特别有名的 这个东坝驴肉叫群生 其实大家现在上网查 它现在有网店 群生 特别好吃 特别有名的一个驴肉火上 大家可以尝尝 咱们就这么多 然后咱们找一个地儿 东坝好吃的 看哪开门咱聊会儿 行吗 对于北京越来越多的 纹身店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纹身店多 其实是一件好事 但是其实我特别不能接受 这种工作室 首先真的它没有这种 卫生部门的检查 它的卫生绝对不好 然后我觉得要是大家纹身 其实可以不找我 但是一定要去店铺 正经的店铺 它只要能在这条街上开的时间 超过两年 就代表它应该没出过什么大事 咱就不说别的 它应该没出过什么大事 因为纹身还是挺严谨的 疫情期间 这些工作和生活有这些影响 让闲下来的能够做的 我在疫情期间干过最有意义的事 就是我在抖音做了一个洋画连篇 讲一些纹身的知识常识 就像咱们现在介绍东坝一样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 不能光是这个图案好看 它有它自己背后的一些意义 不能当一个不懂纹身的纹身爱好者 我觉得那就没劲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洋画连篇 对 中坝其实从长环境 就像做生活洋洋画连篇的工作 住城里的孩子都觉得中坝挺野的 对 然后中坝挺偏的 我小时候其实挺看不惯我们这帮同学的 我们小时候放炮都拿手放二踢脚上什么的 他们恨不得放一炮 还得离剧园 然后还得跑 就跑着放 我都觉得那都挺幼稚的 然后其实东坝给我带来的一个 就是挺纯粹的男人成长的环境 只能是野河 荒地 北京这些老葡萄串子 好多都在东坝安家 然后大型出来的这些都在东坝 就是对我未来这个行业其实影响挺多 我觉得东坝挺江湖的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喜欢传统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来解除这纹身的东西 更多有纹身的朋友 在公共场合 别骂骂咧咧的大声喧哗 散德行 就是你看不顺眼的欺负人的事 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我觉得这个才是 能让纹身越来越上岸的一个办法 不光有纹身 男人就应该干这些事 就是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 有什么感情的我许你有什么 我今天我看到东坝 我就觉得挺伤感的 面目全非了 跟我小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东坝其实特纯粹 真的 但是现在变得特别的商业 然后繁华是好事 但是失去了好多好多童年的回忆 北京这个城市带来我的 其实不光是首都的这种自豪感 还有就是北京老爷们做人做事的方式 规矩热情 对吧 讲理啊 这些我觉得 这个时代怎么变 咱们北京人不能变 这个理得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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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